第1168集 张鹏甚至抬起双手 用自己的胡爪死死地锁住胸口处探出的暗精孔爪 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催动体内浑合和限制霍玉浩的离去 可是他看不到背后的霍玉浩 此时此刻霍玉浩在张鹏的临死反扑之下 并没有任何惊慌实测 甚至没有任何动容 眼神之中有的只是怜悯 这是对一个死人的怜悯 对一个失败者的怜悯 也是对一位强者的怜悯 左手悄无声息地跟随牌上 烙印在了张鹏背后 与此同时霍玉浩整个躯干位置 几乎是紧贴着张鹏的后背 爆发出了强烈的碧绿色光彩 强盛的冰荒之怒 瞬间吞噬了张鹏的身体 让他整个人都沐浴在了碧绿色光芒之中 而一股钻心的寒冷 顺着血脉骤然蔓延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在张鹏竟所有力量都用在困住霍玉浩 和引爆自己混合的情况下 他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进行防御 超级斗罗的临死腕扑固然强悍 但是同样的一味精神力 已经达到了极限斗罗层次 并且拥有强大双魂和 极致之兵武魂的丰厚斗罗 在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爆发来又岂会弱呢 张鹏的身体骤然僵硬 他骇然发现自己原本已经加速爆发的魂和 旋转速度竟然在那一张拍击之后 开始渐渐变缓了 自己体内的血液似乎也在凝脂 而且伴随着心脏的冻结 他所有的力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着 不 张鹏想要疯狂呐喊 可是声音才刚刚出口 就被卡在了喉咙之中 他只能发出一些灰灰声 却无法迸发出原本洪亮的嗓音 暗精空爪 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被冻住的血液肌肉和骨骼 再也无法限制住他的锋锐 抓住暗精空爪的胡爪 悄然破裂 断折 亮到身影昼焚 光影闪烁 霍雨昊已经在千米之外 哄 碧绿色的光焰 在空中绽放 就像是一朵盛开的烟花 但是 一位成雄大陆多年 拥有超级斗罗修为的强大魂师 就此怨灭 霍雨昊从天而降 他整个人的气势 似乎在这一刻已经攀升到了极致 正常战斗 并没有多么华丽 但是战斗的结局 却令全场一片肃静 第四个 这已经是第四个了 同时 也是战死的第二个 霍雨昊用自己强大的实力 告诉所有人 他之前所说的十场战斗 未必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中离乌的脸色 难看得仿佛要滴出苦水来 可是此时的他已经是骑虎难下 损失如此之大的情况下 如果不能有所斩获的话 这次圣灵教就会遭受巨大的打击 不只是实力上的 同时也是心理上的 他是整个日月帝国大军的监军 如果他的威信受到了如此沉重打击 那些本就对他没有任何好印象的魂道士们 又会怎么看他 中离乌阴沉的脸色 渐渐变得冰冷起来 事已至此 唯有将霍雨昊擒拿 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才能弥补之前发生的一切 霍雨昊在缓缓飘落 而中离乌则是在抬头看着他 目光灼灼 眼神之中冰冷之外的是 西斯底里的疯狂 同样的疯狂出现在中离乌身上 就和之前的张鹏完全不同 张鹏的疯狂是临死反扑 而中离乌的疯狂却像是一柄尖刀 直辞霍雨昊胸膛 霍雨昊的呼吸略为有些急促 似乎接连四场的战斗对他已经有了巨大的消耗 但他的眼睛却依旧平静 并没有因为呼吸的变化而受到影响 他同样目光灼灼地盯视着中离乌 如果说中离乌的眼神像是一柄尖刀 那么此时霍雨昊的眼神就像是一座冰山 无论尖刀有多么锋锐都无法刺入 那宛如万年玄冰一般存在的山岳 而且这座山岳正在以碾压之势 从听而降 向下倾压 除了霍雨昊自己之外 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的消耗究竟有多大 中离乌也只能是凭借之前 他在战斗中使用的魂迹进行一定的判断 霍雨昊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神光 双臂在身体两侧张开 一圈圈冰蓝色的光云从他那兵级战身架上向外绽放 扩散 无形的冰元素顿时以惊人的速度朝着他的身体汇聚而去 八角冰元凝 一声长啸 骤然从中离乌口中爆发而出 那是宛如龙吟 胡笑一般的声音 一圈圈魂环也随之从中离乌脚下徐徐升起 强大的气息不断地攀升 迸发 中离乌的魂环颜色只有两种 黑与红 当远处的严少哲看到他此时的魂环颜色时 也不禁骇然色变 上一次严少哲和他战斗的时候 中离乌的魂环颜色还不是如此 而现在却是六黑三红啊 就算笔之霍玉浩也是不慌多让 魂环颜色虽然并不代表一切 但对于魂师来说已经是实力象征 更何况中离乌还是一位喜魂师 喜魂师超级斗罗 这位圣灵教教主的实力 绝对比任何人想象中都更加强大 霍玉浩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他知道经过了前面四场的消耗之后 中离乌这一场竟是他今天所面对的最艰难的时刻 如果说前面那些喜魂师 每个人的修为都不如他 那么中离乌的真正实力一定不会逊色于他 甚至要比他更强 他唯一的优势就是自己的双魂盒 而能否战胜中离乌也决定着他这一次 一对十的比拼能否真正成功 这一战必经是决定性的一战 中离乌的右手在虚空中一点 身上一圈黑色魂环瞬间闪耀 紧接着一柄巨大的法杖就出现在了他掌握之中 这柄法杖通体漆黑 当他出现的时候 中离乌背后顿时升起一个人影 这个人影看上去并不巨大 似乎只是和中离乌的身体大小差不多 但是当他出现的那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却都有一种心脏被瞬间揪紧的感觉 这是什么 就算是当初曾经和中离乌交过手的严少哲 都不完全清楚中离乌的五魂是什么 远处玄老的脸色已经变得极为凝重 喃喃的自言自语道 当年 叶溪水的变异五魂是血魂魔魁 这种离乌的五魂似乎更剩叶溪水 一定是发生了再次变异 只是不知道是什么 感觉上极为强大 但本源应该和叶溪水的血魂魔魁有些相像 叶溪水的血魂魔魁是以人类灵魂为滋养 而不断提升的五魂 这也是穆老无论如何 后来都无法再认可他的重要原因 在叶溪水手中 已经毁灭了太多人类的灵魂 而中离物的五魂应该和叶溪水疏突同归 只是不知道他能强大到怎样的程度 于昊这一场很难啊 严少哲苦笑道 这孩子这么做实在是太危险了 以一技之力挑战瑞帝国强者 他实在是 我能理解他的想法 他这是在给自己的未来做铺垫 同时他是真的有一定把握的 或许把握性不会太大 最多只有五成 但只要是五成把握 就值得一波了 只要这场他能平安度过 那么接下来 就算面对其他人 他最终输了 也一定能够全身而退 而一旦过了今天 他活了下来 未来于昊就必将带给我们所有人 一个巨大的惊喜 哦 严少哲惊讶地看着玄老 惊喜 什么惊喜啊 我们浑石 固然是要理智地处理任何问题 但是 当我们的修为达到一定程度时 不只是需要积累和努力 同时也需要疯狂 我就是缺乏了疯狂 所以才耽搁了这么久 于昊要做的 是凭借这些外力 彻底激发自己的潜能 当他拥有第二混合之后 他的潜能 就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 严少哲眼中 流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以战斗来激发潜能 他不是不想这样做 但是到了他这种修为 想要找到能够 对他生死构成威胁的对手 实在是太难了 史莱克学院有 可是学院之人 谁会跟他生死相搏呢 而面对外人的时候 生死相搏又太过危险 而且很难找得到这样的对手 霍玉浩拥有第二混合不久 他是用眼前这种方式来磨砺自己 让自己和双混合更加完美地融合 同时激发出更加强大的潜能 给他的未来做准备 未来 于昊的未来是怎样的呢 严少哲已经完全看不清了 他现在只能在心中 为霍玉浩默默祈祷 祈祷他在与中立屋这场对决中获得胜利 但对霍玉浩这种强力压榨自己的做法 却不敢认同 面对协魂师强者 这么做是何等危险 此时空中的霍玉浩和中立屋战斗 已经开始了 中立屋并没有在第一时间 就向霍玉浩发起攻击 他右手中的巨大法杖在空中一点 一声低沉的咆哮声响起 一个巨大的兽头就出现在他身前 那赫然是一只龙头 通体漆黑如墨 但上面却散发着晶莹绿色的光泽 一双龙木之中 跳动着强烈的绿色火焰 他才一出现 整个空中就是阵阵阴风回荡 这是什么 严少哲曾经和中立屋动过手 但那一次他是在燃烧自己 为同伴们断后 而中立屋也并没有全力以赴 此时看到中立屋竟然释放出一个巨大的龙头 而且似乎和他背后那与武魂有关的光影 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 也不禁大为吃惊 这中立屋的实力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别说是他 哪怕是圣灵教中人 也很少有人知道中立屋真正实力达到了怎样的层次的 巨大龙头出现并不是终点 而是起点 漆黑的庞大身躯 缓缓向外钻出 很快一只龙爪就生了出来 庞大的身体 也逐渐显现 这赫然是一头漆黑的巨龙啊 只是不同的是 这只漆黑的巨龙 没有鳞片 没有肌肉 而完全是漆黑的骨骼所组成 可他的气息 却似乎一点也不比真正的巨龙差 霍玉昊并没有趁着中立屋释放这漆黑巨龙的时间来对他攻击 而是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之中等待着 因为有兵机战神甲的遮掩 谁也看不到他现在的表情 而他的八脚冰原宁也一直都在迅速地为他恢复魂力 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时候进攻 史雷格学的众位强者们心中都不禁大为交集 那黑色古龙完整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足足用了十秒钟 他完整的身躯 足有百米长 一盏同样有近百米 和顶级强者的五魂真身相比 这个大小算不了什么 像玄老那种修为 五魂真身能够轻易地达到千米以上 可是这黑色古龙看上去却是实体啊 而且他一出现 整个天空中各种幻境也随之不断闪烁 湿山血海 而且全都是魂兽的 无数魂兽的凄厉惨叫在空中回荡 似乎有无数魂兽怨灵在疯狂呐喊着 这要击杀过多少魂兽 才会造成如此景象 钟离乌站在那巨大古龙的龙骨之上 他的身体和古龙相比虽然渺小 可却有种让人呼吸不畅的恐怖压迫感 这具古龙 是我在一处一击中发现的 当时龙魂不灭 他本身虽然不是顶级龙族 甚至连血统都不算纯正 可身上就沾染了一丝银龙的气息 龙族的历史 想必你也听说过 龙神当年分裂成了金龙王和银龙王 再加上龙之九子 这些龙族真正的黄族 而后代龙族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他们的血脉 可实际上还有一些秘辛 龙族后代之中 真正传承下来血脉的 就只有龙之九子 龙神本身分裂出的金龙王和银龙王 都没有后代 金龙王据说是在分裂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殒灭了 银龙王不知取向 从而导致了龙族的衰落 但是龙神分成他们二者的时候 却爆发出了大量的能量 其中就分别蕴含着 水金龙王的终极力量 以及银龙王的元素掌控 当时沐浴在这庞大龙神恩泽之中的龙族 就有一部分受到了这些力量的影响 他们后来宣扬自己身上拥有金龙王和银龙王的血脉气息 也就是由此而来 我所找到的这具龙骨 正是当年承受过银龙王恩泽的 所以它不但龙魂不灭 还具备一定银龙王的能力 是我所有兽灵之中最强大的存在 为了能够俘获它 我足足用了十年时间 期间还不能有任何外力帮助 而十年之后 它的力量也硬是让我从浑斗落修为 直接突破到超级斗落 终而接任了圣灵教教主之位 平日里 我是绝不舍得用它的力量的 因为它已经是我的本命寿灵 甚至是我武魂的一部分 今天 你能比我将银龙王使放出来 也足以可以自豪了 钟里屋的声音低沉而森冷 而每一个字吐出 天空就会变得黑暗几分 孤龙王的气息就会强盛几分 而钟里屋自己身上的浑环光芒 始终都是在这黑色光芒中若隐若现 看不出它究竟是否激发了自己的魂迹 你说这么多废话 就不怕我的实力趁着这段时间全都恢复了吗 哈哈哈哈 恢复了又如何 难道你认为 一对一 你就能和我抗衡了吗 更何况 圣女的力量 以及你先前的小好 又岂是这么容易恢复的 我和你废话这么多 只是为了 能够更有把握战胜你罢了 天地变 风云起 伴随着钟里屋一声大喝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他脚下的巨龙突然变成了青色 与此同时天空中原本黑色的乌云也是同时变成了青色 空中 狂风大作 一时间竟是真的天地色变 风 只是风的力量 这个时候 钟里屋已经完全不像是一位协魂师了 狂风吹拂 天空中竟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个小龙卷风 直奔霍雨号席卷而去 恐怖的狂风吹袭不但让空气中的水元素迅速减少 同时也让霍雨号的八角冰原凝被绞碎 好强大的风力 引龙王天赋的元素掌控吗 这样怪异的战斗方式已经完全超出了普通魂师的范畴 甚至没有人看得出钟离屋使用的魂迹是什么 依托于兽灵进行战斗 他的兽灵和霍雨号的魂灵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存在 在这个时候真正明白一些的人就只有霍雨号了 他虽然依旧看不出钟离屋的武魂是什么 但能够肯定的是钟离屋一定是凭借自己的武魂抓获了这只古龙王兽灵 而他平时针对的应该也是魂兽 那么多魂兽的哀鸣 兽灵却只有一个 意味着那些被钟离屋杀死的魂兽 恐怕都成为了眼前这古龙王的补品呢 难怪他要去追杀兽人帝天 如果他真的成功了 他当然不会用这古龙王去吞噬兽神 而是控制兽神帝天成为新的兽灵 反过来吞噬这个古龙王吧 就是在这种不断的以强者吞噬弱者的过程中 钟离屋自身的实力就在不断提升 而每一次吞噬他都要经过一次蜕变 自己兽灵足够强大的时候 吞噬就是增加兽灵的力量 当自己的兽灵不够强大时 就是反向吞噬更换兽灵 从最初的魂使 修炼到现在的超级斗罗 死在他手上的魂兽有多少 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吧 而钟离屋自己所拥有的魂迹 实际上应该都是辅助类的 辅助自己的兽灵 好一个邪魂使 果然有着他自身的特点和霸道 霍玉浩身在狂风之中 双臂一阵迅速向高空之中拔起 但是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竟然有些不受控制了 这猛然冲起居然没有成功 任何飞行都要借助气流的力量 无论是借助空气中的气流 还是通过自身发出的气流 都是一样 而他这次再次释放魂力的时候 身体周围的空气却瞬间被抽砍了 以至于他外放的魂力都落在空处 身体只是微微一动就停顿了下来 而也就在这时 一道道长达数米 宽度超过一米以上的巨大青色风刃 已经从四面八方朝着他脚刹而至 刺耳的暴鸣声中 空气裂开了一道道缝隙 一时间给人一种祸与好身体周围 所有空气都已经破碎 而他也要随之被撕碎的感觉 感谢观看